很多人在清洗洗衣机或者维修洗衣机的时候 发现洗衣波纹中间那个螺丝拆不下来 这个该怎么办呢 别着急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好方法 就是这个螺丝 比如说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你们看 拧不动 拧不下来 特别紧 所以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波纹强行的继续拧了 再拧的话 就会把这个螺纹拧滑牙 这样就更难拆了 所以我们先前去一下第一种方法 就是说一把螺丝刀 一把锤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螺丝刀放在这个螺丝上面 然后我们用锤子给它敲一敲 给它敲动一下 然后我们再拧拧看 拧的时候一定要对准 用力往下压 然后拧 这个时候我们试试看行不行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采取第二种方法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把一字螺丝刀 有的锤子里面螺丝是这样子的 十字的 一字的都可以 但是 我们十字的拧不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字的来帮忙 因为我们拧的手已经把这边一种划牙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字的可以更好的受力 一样的我们这样放上去 然后用锤子这边敲一敲 让它活动一下 然后我们再拧拧看 有很多这样就可以轻松解决了 可以轻松拆下来 第三个方法也是最好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首先用电随风 给这个螺丝附近加热 然后再用螺丝刀把它拆下来 像这一种 也就是说前面两个方法都不行 一般的用这种方法就能轻松搞定 像我经常就用这种方法 比如说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摸一下这边 蛮烫的 然后再把螺丝刀放上去 我们用力拧 你们看 这螺丝就拆下来了 看到吧 但是前面三个方法都不行 那也没办法了 我们就要用切割机 把这个波路轮给它破坏掉 然后再来拆解这个螺丝了 不过这个代价有点大 如果想单独清洗的话 我们也没必要 如果说磁合器坏了 我们要维修的话 那只有采取这种方法了 破坏拆除 所以袭击波轮中间的螺丝拆不下来 我们千万不要一直拧一直拧 这样会把螺丝拧坏 所以你们先试一下 我这几种方法 比较实用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放到这里了 觉得有用的朋友 记得帮忙转发点赞 再见